專家委員會月初更改死亡個案情報準則 只是公佈與疫苗關聯個案 委員會說正是研究在附有比對數據下 重新公佈所有死亡前曾經接種疫苗的個案 可能是一至兩個星期 有一個例如一星期一個統計式的一個公佈 有多少個個案是14日之內發生 還有那個關聯是怎樣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給予一個所謂的基線 就是那個星期有多少個案 我們就給市民告訴他們 其實都有這些個案的 就算不打針也會發生 因為新年度是年輕人 第二就是接種疫苗又多了 還有我們想不要讓市民有一個誤解 就是我們很多事情不說 我們想保持那個透明度